童聲叔父請救救我喔 有家叫洗內的公關俱樂部裡面有個沒有人指名的公關小姐很傷腦筋 哇 長得多糟糕 會沒有人指名 她說如果童聲叔父能去指名她的話 就要從這個圈子金盆洗手 這樣我就可以得救 拜託叔父了 好 我們就來救救這位可憐的小姐脫離苦海吧 欸 還是要先去免費介紹所呢 是童聲叔父嗎 西田 怎麼了 老大失蹤了 什麼 蛤 別鬧了 跟我沒有關係 對啊 哇 天啊 真導對你是真愛 因為是老大 躲在出人意表的地方嘛 搞不好會是超級顯眼的地方之類的 啊哈 人潮眾多的大街上 天啊 大街上 那就七幅大街啊 七幅大街就很大條啦 比較大條的街道 這一條也很大條啊 太平大街 真是的 真倒老大 真的累了 怎麼啦 你聽我說的大叔 我六點下班後就被帶出場到現在呢 摸老太婆的髒屁股 欸 這樣講不好吧 這樣說真的 祥泰哥老師這樣長得難看 客人全部分給我 誰受得了 哈哈哈 打擾到你了 能公關也不好當啊 哈哈哈哈 劇場前大街 昨天買了輛新的軌道車很帥喔 軌道車 小恩家很喜歡軌道車耶 那麼有意思嗎 那當然啊 你要不要去看看比賽會場 裡面還有個打扮怪怪的哥哥很好玩喔 喔 離這裡遠嗎 沒有多遠啊 這在七幅大街的西邊 原來如此 在講軌道車的事啊 哈哈 受到打扮怪怪的哥哥我也去看看好了 你是不是覺得 真倒老大會在那裡 糟糕又有人過來 趕快跑趕快跑 是這裡嗎 這個四層相似的招牌 這個四層相似的招牌 軌道車競技場嗎 Poketosakit 這一代的電競真的很激烈 居然還能留在這裡啊 真是懷念 哈哈 真的假的 童孫以前也是四驅車的小孩 哈哈哈哈 跟許許多的對手比賽過 還拼命的改造軌道車 他們現在在做什麼呢 都已經成為出色的社會人士了 結果進去全部都是老面孔 這個聲音難懂 這就是那個打扮怪怪的叔叔吧 打扮誇張的男人 那你難道是 沒錯 嗯 是誰啊 哈哈哈哈 太過分了吧一馬 我的名字是Poketar Fighter 鬼道車戰士 播報比賽現況的人 哎唷 看起來非常的熱心啊 真是會騙人 不過能再見到你真的很讓人開心 也好久沒人叫我一馬了 這幾年怎麼樣 過得還好嗎 哎呀 這裡也不好說話 來上去看一下 我記得之前在那個錄影帶店裡面 還可以買得到軌道車的零件 哇 我的天啊 好大喔 距離…啊 十七年了啦 你突然就再也沒看到人 讓人很在意發生了什麼事呢 呃 喔 工作突然忙了起來 一直都在這裡播報嗎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所以 十星850元的打工仔現在變成大牌了嗎 喔 眼神飄看 好厲害喔 可是… 鼻血中落榜 現實的問題啊 十七年來漲了兩百塊 嗯… 真的是很可憐 嗯… 哈哈哈哈 呃… 十七年增加時間太好了了 要不要再想辦法進公司呢 有沒有想過換個工作嗎 呃… 選第二個好了 對啊 比試失敗而已啊 對啊 哇 還有這樣子的啊 哇 那個沈重感連我這邊都感受到了 怎麼回事呢 已經…有未婚妻了 在哪 戰士 你有未婚妻了 哈哈哈哈 你們的意思是說 他長這個樣子 然後打扮怪怪的 這樣也可以取得到老婆的意思 偶然認識的 真的是奇蹟呢 哈哈哈哈 快到三十歲那時 呃…不是吧 啊… 這也是… 某個宗教的關係嗎 沒關係 因此我就去他的老家拜訪 請求允許我們結婚 結果呢 我被趕了出來 我不會把女兒許給不是正式員工的男人 對啊 社會邊緣人 嗯…不確啦 啊…日本人真的是很重視這種東西 世代交替 該不會是要交給我啊 嗯… 要順利交替 老家的豆腐店啊 豆腐店 然後跑四驅車 這是不是跟某個作品是有點像 熱情的小夥子 熱情的小夥子 蛤… 嗯… 哈哈哈哈 不要吧 雖然說一馬現在也是個… 沒有工作的人 哈哈哈哈 馬上拒絕 什麼 戰士的繼承人 要怎麼找 好 就找了 真倒老當 這是支線故事耶 怎麼找啊 要不然我就幫忙吧 要不然我就幫忙吧 所以他會給我任務就是啊 嗯… 軌道車現在還留著嗎 沒有 已經不在身邊了 所以要再重新組一個 什麼 可以嗎 你看一馬興奮的樣子 重逢的紀念那麼好 太好了 巨人虎 光滑輪胎 強力馬達 側翼 老實說我小時候沒有玩過這個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些裝備是怎樣 火焰紅 可以在路上 或是那裡的零件商店中得到 會場限定顏色 就是這樣 天啊 馬上就要起跑了吧 怎麼玩 我看動畫好像都要一邊穿著溜冰鞋 一邊跟著車子跑不是嗎 哈哈哈哈 準備 開始吧 趕快解說吧 我根本聽不懂 建築誰的軌道車最快的遊戲 渦輪增幅 渦輪增幅 我的心情會傳達給軌道車 這跟動畫演的一樣嘛 軌道車真是一個神奇的發明了 按下三角形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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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有限 可能會衝出跑道就是了 快去吧 要衝出跑道了怎麼辦 要連打暗圈嗎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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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我的熱血已經傳達到軌道車上了 這時候就靠連打 喔 左上的亮表耗進時就沒有辦法再注入了 那我現在要幹嘛 喔 還可以快轉 朝右推動 這樣是快轉賽事 我怎麼突然領先了 走 走 嘿嘿 等著吧 嘿嘿 雖然我實在是不太懂啦 要是想比賽或是想了解軌道車的事就來找我吧 等著吧 我怎麼找那個繼承人 來路上隨便找一個小孩 說你看起來像是個練舞奇才啊 然後就把他拉進來吧 電玩中心看看 那個我現在算得到SEGA這裡來 我突然想到我還要找珍寶大哥耶 怎麼想過去那 欸 為什麼人進不去呢 沒想到的 嗯 過得很好喔 嗯 過得很好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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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太好了 欸 去那裡之前剛好遇到了他 所以 所以 Tamra的也同業了 嗯 我也是Tamra在那裡 每次都問過 一度去取材 戒備森嚴 是怎樣的戒備森嚴 還有入口這種東西 聽起來就很不妙啊 嗯 會不會有阿布高河之類的人在那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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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如果 說個案子 Q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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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得那麼可怕 你好 有沒有人要來當戰士繼承人啊 我來說明一下情況 因為剛才我錄影錄到一半的時候 我沒有發現錄影的城市當機了 所以有一部份的影片我沒有錄到 那我來講一下剛才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剛才我到遊戲店找到了這一位 面前這位男生 他叫秀樹 秀樹呢 他說呢 他跟一馬以前也是那個 玩四驅車的朋友 那一馬就問他要不要來當那個 四驅車戰士的繼承者 那秀樹是說呢 他自己已經有在上班了啦 可是他有認識另外一個人好像滿適合的 就在他們兩個人要去找 秀樹說的那位滿適合的 朋友的時候呢 突然跑出來一個女生 這個女生也是以前跟他們一起玩四驅車的 然後秀樹很喜歡她 可是這個女生呢 以前就很喜歡一馬 所以變成了一個非常複雜的三角關係的狀態 那現在秀樹說 我必須要在四驅車上面贏了他 秀樹才要帶我去找那個他覺得適合當繼承者的那位朋友 但是呢 那我剛才跟他比試過一場 就是整個就是不可能贏啊 因為他車子已經 秀樹說他把薪水全部都花在改車子上面了 那我剛剛才入手的車子 就是完全沒有改造 就完全贏不了秀樹 所以我覺得我要再贏他的話 就是必須先去加強我 有車子的裝備我才有辦法繼續跟他玩 怎麼又有 又有手機了 又是捷衣 在他上班 不行啦 不然老是往捷衣那邊跑 那我們就回到原本想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找那個 徵導老大 徵導老大會在大街上嘛 所以我們就在像七福大街這裡 這個也是大街嘛 我們就是在這邊找一下那個 失蹤的徵導老大在哪 欸 我剛好有事情要到這邊來啊 我們還要去那個城內那邊 這邊我沒來過嘛 然後那邊 那邊的話 就是可以過另外一個支線 所以推薦的是莉娜 幫我們代入一下吧 糟糕 結衣傳簡訊來 結果我們要去另外一間 就是這裡啦 祝你和他玩得開心 可是我是想要找那個 賣不出去的 講賣不出去好嗎 這是沒有人指名的那位小姐 要進去玩嗎 要進去玩嗎 要進去玩一下好了 您不特別指名啊 請往這邊走 打擾啦 這就是莉娜嗎 我不是要你啦 還是你就是那個賣不出去的小姐 這是你的名片 這是你的名片 我覺得莉娜應該是跟結衣差不多吧 就是要攻略她這樣提升好感度 因為她右上也有那個愛心 要領著嗎 不行 我已經有結衣了 而且我今天來不是要找莉娜的 我買個免費的燒酒好了 無限嗆你的飲料室嗎 完全沒有加好感度 乾杯 所以她也可以這樣的話穿好少啊 咦 妳說是有什麼運動嗎 就開始啦 這樣比起來我覺得結衣真的好看很多耶 自然而然變成這樣子 啊 是不是 但也不錯吧 有肌肉的人 有肌肉的人很棒啊 那妳有做什麼運動嗎 咦? 也 自己也不可以做 所以是在電視上看轉播嗎 那也完全沒有 是新來的嗎 這樣子不好吧 妳覺得是水口誇人嗎 那也不好吧 我也不了解最近的狀況 感覺這個比較可以加到好感度 可能一半以上都已經退休了 也是啊 過了十年 妳看過什麼運動嗎 嗯 棒球拳擊相撲職業甩腳 我去現場看過 很厲害 我也可以教你一下喔 我… 我… 那些男性的問題 完全沒有詳細 啊? 我也想知道最近的狀況 有人聊天比較容易學到東西 其實我還不太開始了 還真的是新來的 完全不明白 喔… 當然 那是當然 因為是可愛的女孩子 集中的職場 所以進來就感覺自己也變可愛的意思嗎 這裡很像演藝圈 所以… 就是… 我… 幼稚園的時候 一直都是女孩子的年齡 女孩子的生活 可以考慮嗎 幼稚園就是女校 這樣不太好啦 這是什麼學校啊 感覺很沒辦法社會化 好奇怪的理由喔 所以才會自己來當公關小姐 對阿 以女人為目標來這裡工作 難道你喜歡的是… 對 我… 女孩子喜歡的 喔… 右向左向左向 可愛的女孩子 正在這裡是天國 喔這樣好特別喔 你可以跟男人談戀愛嗎 別做得太過頭 你好像很幸福啊 對這個 你好像很幸福啊 喔我在牢裡直接講出來了 因為我看到類似屁好的人 他每天好像也很開心 真的假的 很羨慕吧 合衣室也想要進去 也是也是 你卻很羨慕 可是這樣那個不會有問題嗎 女孩子 所以完全沒有問題 全都OK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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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個有點無法理解的事件 嗯? 嗯? 小話題吧 繼續聊下去吧 我覺得是不是第一次來 一定要先跟他們 過這些 就是一定要過的劇情 那… 那… 可能我第二次再進來 才有辦法遇到那個 西田給我的任務 我在猜啦 所以等一下我出去之後再進來一次 應該就可以接得到那個任務了 嗯? 增加指名搞不好會被開除喔 這樣就變成了 這麼好的飲食 可能會不會再回到其他人 這樣子 這女生好好笑 買相機是想要偷拍嗎 那你…相機 沒想到你興趣這麼老派啊 現在流行著啊 一眼歷夫 對啊 單眼相機 雖然我自己也不太會用 但也會想要禮拜 錢和錢都不足夠 全然買不到 只要一台很貴啊 薪水很不錯吧 那是最近 人生感覚都麻痺了 少許無距離也用了 這樣不好啊 這傢伙就無法改變了 要不要去借錢啊 這什麼東西 不好吧 那等一下就推去錢莊 也沒有多想要吧 賺錢就是要拿來花 圈 賺錢就是拿來花 花錢相對能得到好處 全部存起來不見得比較好喔 要得到嗎 嗯哼 猶豫 猶豫啦 比方說不搭之前用走的會很累 對啊 現在就可以擺脫那些煩惱囉 啊 確實 走不走 之後 身體很輕鬆 而且 也沒有在深夜 去返客也沒有去 還是準時的去返騙比較好 花錢買健康的時間就好了 我就隨便讓我花錢啊 對呀 那你覺得不錯 桂龍說得好 那 那 你也要用錢 你也要用錢 那 那 你也要用錢 你也要幫助桂龍 你也要幫助桂龍 有有有 這是回事嗎 我有說嗎 這女生 糟糕 我錯過送禮物的時機了 我剛剛按太快了 繼續聊下去 我繼續聊下去 喔 喔 吃飯的話題嗎 哈哈 好像是大家都喜歡聊吃的 欸 我提供的店裡 實際上去看 超級好 那是可以的 但 你也要介紹我店裡的店 啊 想要有所貢獻的感覺 你覺得 你的餐廳不熟嗎 嗯 對嗎 好吃的店 一隻就知道 那是十分 那是 那是不可能去其他店裡的理由 真的 每天都跑同一間的那種常客 所以 你也要去同一間店裡 怎麼通過 那 一直到達都不足 都不足夠 啊 這點跟我倒是 差很多 我都很喜歡看到 欸那邊開新店 然後就跑進去採雷 體會打安全牌的心情 美食餐廳呢 欸 居然沒有 吃到飽如何 我覺得吃到飽不好 甜點的店 拉麵店 啊 我自己很喜歡吃日本的拉麵 選拉麵店 好多的 先請拉麵熱吧 男人 真的很喜歡拉麵 哈哈哈哈 所以是男生比較喜歡吃拉麵 女生不喜歡嗎 是的 你了解之後 接下給朋友也不錯吧 啊 那也不錯 啊 同生真的好會說話 那我帶你去吃吧 唉唷 同生很會撩喔 包在我身上 時間到了吧 OK OK 謝謝 她叫什麼名字去了 她名字沒有結衣那麼好記 喔 莉娜 下次開始我會指明你 提升 她好感度怎麼感覺比結衣還要好提升 那我這次再進去應該就可以 可以過那個任務了吧 應該吧 應該吧 來吧 好 進去玩 欸沒有沒有 我沒有要指明莉娜小姐啊 欸 這樣怎麼辦 我要怎麼過那個任務 奇怪啦 啊 那我可以啦 我覺得 呢 那我怎麼可能 還 liters